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 十方陕胜一切诸佛如来 感恩各位嘉宾和我们的法师 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请我们布里斯文的义工佛友们 大家好 上个月呢 我们去印尼澳门弘法 法系充满 仅仅在印尼两场法会 就有一万多人参加 所以感谢观世音菩萨 和隆天护法 让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 学佛修心 改变命运 给自己的人生 带来新的希望 谢谢观世音菩萨 学习中华文化的智慧 让自己在人生 受过伤的心灵当中 充满着阳光 据澳洲统计局公布 一月调查的数据 布里斯文化的经济 布里斯本又有两万人实业 政府承认 昆州已经陷入了拼凑经济的阶段 澳大利亚著名的大电器公司 Dick Smith 倒闭有三千人实业 我们每一天有忧郁症 引起的各种自杀 在全世界每年有一百万人 我们每一天害怕生各种的癌症 出门怕车祸 坐飞机怕失事 上班怕解雇 我们每一天的自闭 忧郁恐惧 伤害了自己多少 也伤害了很多别人 因为我们现在对谁都不相信 所以整天处在怀疑别人之中 使我们变得更加的孤独 更加的自闭 所以学博人就是要想开 就是要想通 就是要解脱 从人间的烦恼当中 能够想通 想明白的人 那在佛学当中就叫开悟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为什么痛苦 就是因为自在内心的光明少了 因为我们连自己都不相信 我们也不相信任何人心中没有光明 所以学博人怎么样使自己的心中充满了光明 最重要的就是要用慈悲来克服人间的痛苦 大家想一想 当你在恨别人的时候 你失去的是本性当中的慈悲 所以经常对人慈悲 你就会失去对别人的称恨心 经常对人慈悲 你的心就不会受到痛苦 经常对别人慈悲的人 他的心充满着爱 充满着光明啊 佛陀在2500年前就说 人人具有佛性 众生都是自己的主人 众生都是未来自己的主人 所以在这个社会当中 靠别人很难生活 只有学会靠自己 现在的一切都是过去的果报 所以现在很多人经常问台长 我的孩子不听话 台长是什么原因 想一想爸爸妈妈种的婴儿 想一想很多孩子为什么自闭 爸爸妈妈经常吵架 让孩子得到很多的忧郁 所以我们不管过去做错了什么 我们还是要活在当下 我们一定要做主人 我们一定要做主人 不再造新业 才能成就未来的果 希望大家在今天还能自己做主的时候 一定要在心中拥有一段光明星 因为我们能够控制好今天 我们才会拥有佛性的存在和明天的光明 就像我们很多人 今天还不要到医院里去 你就是能够控制住自己 如果今天你进了医院了 你已经失去控制 医生想在你身上做什么 你就得给他做什么 想一想 平安就是福啊 今天我们还能平平安安就是福气 在2011年和2014年 布里斯本的水灾 高尔夫球大小的冰雹 砸向了整个城市 风速以140公里 近十万户居民全部停电 大楼房顶被兴起 连机场的飞机也被吹翻 无数人 无家可归 近百人死伤 过好每一天 不让自己忧郁 心情开朗 这就是你的平安幸福之道 一切都带不走的人生 不要再去贪了 不要再去求了 知足之人 是最快乐的人 因为我们不贪 所以我们给自己带来平安和快乐 因为我们不知足 所以我们才会变得越来越痛苦 很多人就是不知足 才会变得越来越痛苦 台长告诉大家 痛苦是自己找来的 烦恼是自己想出来的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告诉我们 人间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一生伤害自己最深的 就是我们自己啊 很多人 别人伤害 骂你一次 回到家 自责和难过 悲痛悲伤 会伤害你一百次 一千次 很多人在年轻时候受伤 到死的时候都不会忘记这些 这就是自己在伤害自己 所以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不是过去 也不是未来 而是今天 如果你今天还能控制好自己 不让自己身体生病 不让自己能够天天活在痛苦和悲伤当中 你还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你就是学佛人说的 活在了当下 有一天 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人 跑到一个哲学家的门口去告诉他 哲学家 我很想 嫁给你 因为我知道你是搞文学的 我很喜欢你 如果你娶了我 你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因为我很懂得爱别人 如果你不娶我的话 再有没有 再也没有一个人 像我这么爱你了 年轻的哲学家 对这个姑娘说 你让我考虑一下吧 从此 这个哲学家 就用他的哲学的思想方式 来衡量 到底结婚和不结婚 在哲学上是哪个好和哪个不好 后来他发现 结婚和不结婚的利弊都差不多 相等于是他决定尝试一下没有走过的路 在这个三年当中 你的女儿 女孩的父亲 看着这位眼前的哲学家 先是一正的咳嗽 然后跟他说 小伙子啊 你来了太晚了 我的女儿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 不久 这个年轻的哲学家 又难过 又忧郁的 在忧郁当中死去了 死前 他烧毁了他很多的书籍 只留下两句话 前半生不要犹豫 后半生不要后悔啊 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前半生 确实因为自己的犹豫和哀痛 失去了很多机会 包括生活事业感情等方面 我们学博人也是这样 走过的路不要错过呀 因为在不经意之间 我们就错过了佛法 佛法被我们错过了智慧 之后我们就失去了智慧 做错事不是不明白 是我们心中执着呀 想一想我们从小 不听别人的话 让我们多少事情存在的 不明白而失去了很多的机会 如果我们从小就能多听别人的意见 可能我们今天会走路走得更顺利 所以学博不能太犹豫 没有学博之后 我们生活中有那么多的遗憾和不堪回首 学博之后因为我们懂得了珍惜呀 所以珍惜今天的人才会拥有美好的明天 据德国科学家调查 人的记忆当中 有百分之八十记忆是自己痛苦的 只有百分之二十那是快乐和幸福的 所以当一个人处在回忆当中 他就是处在痛苦当中 其实要想明白 想一想我们今天坐在下面所有的人 我们年轻时候那些烦恼和痛苦 今天你还会这么难受吗 你们今天所受的痛苦 可能在二三十年当你们走掉之后 已经也没有了 所以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 无法挽回 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地把今天把握住 今天不让他生病 今天珍惜家庭 珍惜孩子 珍惜社会上所有给你的一切 懂得知足 别让自己已经受伤累累的心 拥有更多的人间烦恼吧 有一对小夫妻经常吵架 越吵越厉害 吵到后来两个人不想讲话 然后自己各自说 自己结婚之前看走了眼 感觉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是多么的没有意思 天天想到的就是离婚算了 父亲知道之后就说儿子 孩子啊 我问你 你妻子有没有优点呢 这个儿子冷冷地说 父亲啊 结婚之前他有很多优点 现在没有了 父亲继续问 那你认为 你妻子认为你有没有优点呢 儿子继续说 婚前有 现在他也不认为我有优点 父亲说 孩子你比我强啊 为什么 我结婚前我都不知道你妈妈有什么优点是什么 父亲走到门口拿起了一块砖瓦 还拿起了一团棉花 举得很高 问儿子 孩子啊 你觉得哪个更硬啊 儿子说 当然是瓦片了 父亲就同时把瓦片和棉花举得高高的 然后放下来 松开手 瓦片被摔得四奔五裂 棉花却轻轻地飘落在地板上 丝毫无损 父亲说 孩子 你看硬的东西它会碎掉 软得丝毫没有损伤 孩子 你应该像棉花一样做人 要谦卑呀 你不要去伤别人 一定就不会伤到你自己 你整天的说你太太不好 你就像瓦片一样 有鳞有脚 欲冷则冰 欲硬则碎呀 伤害别人的人 一定最后会伤害到你自己呀 承认别人的优点 你会让自己感觉到很温暖 盯住别人的缺点 孩子 你会让自己每天活得很伤心和痛苦啊 父亲继续说 要学习棉花 为别人抵御崩寒 要像阳光一样的温暖 一句好话 孩子 你可以让你的妻子温暖一生啊 一句刻薄的话 你会让他记恨你一辈子 一定会葬送你的婚姻啊 你希望父亲像你一样 对待你妻子一样 去对待你现在的母亲吗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要承认自己的缺点 要包容别人的缺点 你就会拥有美德呀 天天记恨别人 伤的是我们自己呀 感情像牙齿啊 掉了就没有了 就算再装上去 那也是假的呀 珍惜吧 所以学会开悟 开悟就是想清楚 想清楚就是以后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要去抱怨别人 人间所有的坏情绪 都是等于做一个自我的考试啊 今天我情绪不好 我能够控制住 你就是考试有成绩 今天我不开心了 我不能控制 你就是考试不及格 克服了自己 克服了自己就能恢复你的理智啊 这就是孔老夫子说的 克己不理的理也 理也就是理智也啊 我们人 我们人 经常 一会儿 造福 一会儿 又不珍惜自己的福气 我们人 我们人不能责福 因为福气责了就没有了 所以一个人看别人说 你很有福气 你为什么就比我好 人家是积福积德积来的 所以人怎么样能够积福呢 首先要学会吸福 吸福就是珍惜你的福分 因为当你珍惜福分的时候 你的福气会越来越多 但如果你心中虽然在积福 你又没有善良 你又没有慈悲 没有把自己的喜悦给别人带去 你得到的仅仅是一个福 并不是真正的福 而是财富啊 因为我今天得到了 我不去用 但是我也不给别人用 这就是你的私心 那只是一种财富 很多小孩子从小就知道 把家里的东西给别人 而我们长大了之后 什么东西都不舍得给别人 连吃个月饼之后的盒子都不舍得扔掉 人家问我们说 你家里有抗感冒的药没有啊 自己家里要像个药房一样 也不舍得给别人 一定要找一些马上要过期的药去给别人吃 所以人这种积累 那不会一种福德 所以我们做人要心宽 要心要明白很多道理 你对别人好了 就是对自己好 昨天台长在观音堂讲了一句话 有一个犹太人的母亲 自己女儿在出家之前 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信中很简单的 只有三句四六句话 女儿啊 你出家了 离开妈妈了 你把你的丈夫要当皇帝一样 她会把你当成皇后 你如果把你的丈夫当成一个打工挣钱的人 她会把你在家里当成一个佣人 如果你天天不在乎你的先生 你不把他当回事 他天天在家里会骂你 会打你的 所以你对别人就是一种报应 天天能够珍惜别人对你的爱 你就会得到更多的爱 你今天能够付出你自己的慈悲 你一定会得到更多的慈悲 很多人问我 台长 为什么有一些人他这么有人缘 为什么有一些人这么有贵人缘 我告诉你们 贵人缘怎么来的 贵人缘就是你去帮助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会来帮助你 你就拥有了贵人缘了 所以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傻傻的 经常说一些刻薄的话 去讽刺别人 刺激别人 贬低别人 来显示自己 经常接别人的短处 谈别人的过失 你知道吗 你会失去福气 还会责自己的福啊 所以嘴巴尖刻的人 没有人喜欢的 同样两个孩子 一个天天说别人好 一个天天说别人不好 很多的父母亲 永远不会去喜欢那个刻薄的孩子 希望大家做人学博 一定要看到自己的心 一定要懂得只有慈悲 你才会增加自己的福报 想一想 为什么佛陀说 慈悲能化解一切恶缘 因为慈悲之后 你会原谅他 你不会跟他作恶 别人不会来伤你 你半夜睡也睡得着啊 如果你天天不慈悲 就跟别人好争好斗 你都不知道第二天 将会在你的生命当中 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经常看别人的痛苦 你感到很难过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慈悲 这就叫同体大悲 所以慈悲能够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有福气 有福的人才有机会听闻佛法 今天你们所有来的人已经算有福气了 因为佛陀说过 人生难得呀 我们经已得 佛法难闻啊 我们经已闻 希望大家珍惜生命 珍惜佛法呀 台长 天天在悉尼广播里边 246都在回答很多人打进电话 有一个听众 就是前不久 那个 一个听众身上有一个乌龟的灵性 被我看见了 我在广播里 直接在广播里看着 听众马上想起来 他曾经梦见过一个大的乌龟 台长告诉他 这个乌龟是人头胎的 在他肚子上 所以呢 他经常肚子痛不消化 而且他的肚子硬邦邦的 因为乌龟在那里 台长还看出 因为我在电台里 我能够跟他看图腾的时候 我能看见他的形象 看着他打扮得像乡下人 他自己笑着说自己不爱打扮 先生经常说他吐离吐气的 像乡下人 我给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傅你好 请麻烦帮我看一下 我是85年的牛 一个大动物 一个大动物 像个大乌龟一样 我梦到过的 是的我梦到过的 梦到过大乌龟是不是了 对已经很大的乌龟 跟台长讲的一样吧 你还以为严寿呢 龟龄啊 龟龄啊 对对 他的脖子上是不是有个疤的 对 他是一个人 对对我梦到过 他是一个人头胎的 好的 现在我哪里呢 身上哪里呢 肚子上 肚子经常冲你不知道的 对对我冲筋的 冲不是一年两年了 很多时间了 对对十几年的 他一直趴在你的肚子上 所以你这个肚子很糟糕的 有时候吃的东西不消化 肚子像块石头一样 硬的不得了 是的是的 腹脏 你知道这个什么地方了 这是他的乌龟的块板呢 盖板呢 盖在你的肚子上 穿着肚子硬的 翘翘自己肚子 咚咚咚咚的 哦对对对 对对对 确实是肚子经常脏 你是不是打扮有点像乡下人一样的 哦对 我一直都不怎么打扮的 就是涂里涂气 我老师经常说 涂里涂气的 眼睛不大 扁扁的 哦对对 看上去还挺秀气的 傻傻的像乡下人 对对 我就是乡下 感受感受 谢谢 台长待会儿演讲完之后 就给大家当场看图腾 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个年轻人 他刚刚踏出社会 一切茫然无所适从 他很想了解人生的秘诀 有人跟他说 有一位很老的智者 你可以问他 他知道人生的秘诀 于是他就去拜访这位智者 他呢 这位智者知道他的来意之后就说 嗯 你要的人生秘诀呀 我给你六个字 现在呢 先给你三个字 另外三个字呢 等以后你碰到麻烦了 我再给你 这个智者呢 说着就拿起了毛笔 在上面写了三个大字 放在信封当中 跟这个青年人说 回到家 你再猜出来看 有点像诸葛亮的锦囊庙记一样的 年轻人回家之后呢 猜开看三个字 上面写着 不要怕 于是年轻人就以三个字为座右铭 在自己年轻的道路上 开始冲刺 去找工作啊 去努力啊 去发展事业啊 他不要怕 但是到了中年之后呢 事业有所成就了 他也有了个妻子儿女了 可是心里还是感觉到 他自己失去了太多的 还有太多的遗憾 而且觉得没有方向 接下来 我这些怎么做 他又想起了那位智者 他又去找到了 这位智者 但是呢 敲开门 这个家里来人呢 突然之间呢 来个不认识的人开门 他就问 我想说 那位老人家还在不在 家里人告诉他 他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那么年轻人非常失望要离开的时候呢 突然家里人就问他 你是不是叫张清光啊 是啊 我是啊 哦 他留了一封信给你 哇 很开心 这位智者留了一封信 他赶紧拿这封信来回去拆开 这个上面呢 也显赫地写了三个字 叫不要悔 所以刚刚一样 很多人一生啊 活在后悔当中 失去了意志 失去了希望 所以一个人经常回忆自己 说自己很苦啊 很可怜啊 很难过 这种人身上带有的是一种负能量 所以一个很开心的人 跟这种人交朋友 你很快就会被他的情绪感染 你很快地就会失去很多希望 所以你的正能量 就被他的负能量所吃掉 所以交朋友要交 天天看得到未来 天天看得到希望 每天想到我活着永远有希望的人 所以那些整天把脸板着的人 那些整天非常痛苦的不堪的人 整天跟你抱怨的人 这些人实际上他就是阴气太重 这些人你跟他交朋友 你很快就会倒霉的 所以我讲到这里之后 现在下面很多人 刚刚的脸还是很难看的 现在要笑了 因为怕人家不理他了 所以我们学博要开心 做人要开心 因为我们还有明天呢 想一想有多少人失去了明天呢 有多少人在医院里活不到明天呢 所以我们要有智慧 因为有智慧的人他是不后悔的 因为有智慧的人在会失去当中寻找解脱 在板脑当中寻找般若智慧 所以短暂的人生是我们修心的道场 痛苦的人生是我们修心的方向 烦恼一生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恨 生不带来死什么都带不走 执着一生痛苦万分啊 学博念经 时常感恩 人辱精进 借家修正 很多年纪大的人很可怜啊 很多男的一生奔忙啊 奔到后来头发也少了 皱纹也出来了 到了四十岁的男人 他有点晕了 他的爱情的歌也不会唱了 五十岁的男人有点累了 事业运气走下坡路了 六十岁的男人有点老了 每天才知道要往回家跑了 七十岁的男人老变小了 说话声音听不见了 八十岁的男人爱掉眼泪了 才觉得时间被浪费了 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 需求只是为了生活一点点的满足 能够生活而已啊 这时候 但是人慢慢的只是为了生活 而人呢慢慢的为了生活 想得到更多的人生的需求 这时候就是你愚痴的开始啊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背的房贷啊 我告诉你们我们悉尼一个真实的事情 我们一个听众 老人家在中国是一个工程师 跟着孩子移民到了澳洲之后 孩子买了一个house 这个house 前面住得蛮好 跟爸爸妈妈孩子一起住 后面一看有一个房子空着 就想把它照照好 出租赚点钱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这个老人家平时在中国的时候 开开心心 笑呵呵笑嘻嘻 就是因为接这个工程的工程队 骗他们的钱 就是欺骗材料用最差的 讲好的多少多少 讲好的什么都没有做到 这个老人家气得不得了 就决定跟他们打官司 告他们 告他们要他们赔五万块钱 然后这个官司 一共打了两年到五年左右 这么长时间 然后这个钱非但没拿回来 他讲起这个事情就生气 讲起这个事情就血压高 最后得了心脏病 等到一天 他把这个五万块钱官司打来 扣除律师费 最后拿到的是一万八千多块钱 自己心脏病复发死了 想一想人为了这个几万块钱 值得不值得 笑一笑就过去了 做人不能说我吃亏你吃亏 一个人在人间吃不净的亏 占不净的便宜 你在这里吃亏了 在那里赚便宜 在那里赚便宜了 这里又会吃亏 所以心要平衡 心要想通 这就是佛法叫我们的要拥有平等心 我们做人要以德养生 就是要用道德该做的我去做 我来养自己的身体 以人养物 就是仁慈对待所有的事情的发生 以道养天下万事 就是说我们人要懂得 以道就是道理道德 和我们道德的观念来做人间 所有的天下事 你就会得到人间的一种幸福 所以心智要苦 也就是说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必须要懂得吃苦 自意趣要乐 就是我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兴趣 要学会快乐 我们气度要红 做人什么事情都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们宏大 气量要大 学弥勒佛 我们要有大智慧才能有大度 所以过去讲 在香度里能成传 我们讲话要谨慎 所以真正会做人的人 是一个尊重别人的人 口吐莲花 那就是语言不失 希望我们所有学博的人 尽量说别人的好话 你才会得到别人的夸耀 为什么过年要恭喜你 身体好 恭喜发财啊 因为你虽然没发财 你恭喜了别人 别人也会恭喜你发财 你虽然还没发财 但是你已经在心里得到了发财的意念 哈哈 做人讲话非常重要 有一个叫纪晓兰的过去 她是乾隆皇帝的陪读 她在乾隆皇帝身边 有一次她半驾难行 走得口干舌燥 跟乾隆皇帝路过一棵梨树 就是生梨的梨树 摘下一棵梨子 她自己就吃掉 那乾隆皇帝一看 嗯 那不管我嘛 她马上就问了 啊 纪晓兰 孔龙四岁能让梨 爱卿得梨 为何也不让给正啊 自己就吃了 纪晓兰说 梨者梨也啊 其实就是告诉她 生梨的梨子啊 就像人家离开的梨一样的阴 成奉命伴家 我现在奉着命啊 来伴你皇上啊 我不敢让梨啊 然后乾隆又说 那咱们两个人分着也好啊 季晓兰又说 我哪敢与军分梨啊 所以到现在 我们中国传统上来说 吃生梨 就算你帮先生削了 给孩子削了 也不会把那个盒自己吃的 因为叫分梨 所以给孩子削了 给先生削了 最后那个梨的根要扔掉的 你不扔掉 你以后就会跟他分离 是这样 所以呢 他们纪晓兰跟乾隆皇帝呢 又走了一段 走了一段之后呢 又看了一个叫 柿子 大家知道水果叫柿子 柿子的树上 这个纪晓兰呢 就挑了几颗成熟的柿子呢 他就自己摘下一个 把它切成两半 分一半给乾隆皇帝 分一半给自己 那乾隆皇帝又觉得纳闷了 就说 啊 这个 你怎么 柿子就知道分给我吃了呢 这个季晓兰说 士者士爷 君臣相伴 有士共参嘛 看看 很会讲话 所以 我们做人 不要跟别人争吵 要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很多人 学博做人 不懂得理解别人 你就永远不能理解自己 所以 先要理解别人 要口吐莲花 要学会语言不识啊 很多夫妻之间 讲出来的事情 没有什么大事情 为什么会吵得这么厉害呢 不就是一句话吗 所以 多说好话 就让我们 众生拔席 就是 法不失啊 所以 能说别人 好话 你就是一个 好人 能 多多的帮助别人 你 就是一个 善良的人 所以 很多人 当你生气的时候 骂别人 实际上 你是一种 无知又无能 又奈何不了 别人的困境 只图自己嘴巴里 和心里意识的快乐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受到自己五官的刺激 让自己换来 语言上暂时的快乐 实际上 已经给你埋下了 你倒霉的种子了 所以 不幸的隐患 会伸藏在别人的心中 也会伸藏在你自己的心中 让你焦虑不安 所以 守住你的口 就是守住了 你的智慧 现在的人 气量很小啊 因为你讲太太一句 太太可能真的会生气啊 太太忙了一天了 晚上给你烧了一桌 第二天只有两个了 今天菜怎么样啊 今天菜怎么这么少啊 你不说一样吧 话就来了 对不对啊 你今天 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事情 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人要理解别人了 先生 他给他端完一碗汤上来 这碗汤上来呢 这个先生呢 在边上看报纸 不理他 太太呢 给他一看要凉了 偷偷地给他去热一下 又放上来 吃了 要凉了 这先生以为 还是那碗汤的 拿起来就喝 一哼 痛了 一烫怎么办呢 开水就骂 你要烫死我啊 你存心害我啊 所以人的不理解 就是不了解 我们做人要学会 不要自私 要理解别人 所以台上说 现代人自私 不关心别人 怕担责任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有一个叫阿玲父子 爸爸跟孩子 他们周末呢 到马路边上 小巷边上呢 去行走 突然呢 有一个小女孩 摔倒在地板上 哭哭大哭 阿玲说 爸爸 去把小妹妹扶起来吧 他的爸爸就跟他说 扶什么 你走过去扶了 被人家怀疑 以为是你把他撞倒的呢 快快快 抱住自己的 儿子就回去了 然后回到家里 在家里的一个小猫啊 到厨房间里 把他夹着整整的一桶油啊 弄翻了 倒翻了 倒翻这个 这个时候呢 这个 这个小小小家伙啊 一看见 看见这个油倒出来了 这小孩子马上就跑掉了 马上跑掉了 跑掉之后呢 他爸爸一看 你还不把油扶起来 啪给他一个耳光 啊 你为什么 看见油咕多咕多地往上倒 你还不把这个油瓶给我扶起来啊 你接下来 你知道这个小家伙说什么 爸爸 我怕你怀疑 我是我把油倒翻的 所以 我们做人要懂得 心胸要宽广 帮人要争 在 古时候中国啊 那个时候大使啊 我们现在叫 这个叫外交大使嘛 过去叫什么呢 叫使者 叫使者 他们呢 朝廷啊 当时派了两位使者 出行 叫高丽 我不知道你们下面知道 高丽是哪个国家吗 韩国 就朝鲜 当时呢 韩国就叫朝鲜 所以你们吃的高丽生啊 实际上是朝鲜 朝鲜生 所以一位是正使 一位是父使 这两位人啊 这两个人跟着传出去 访问结束的时候呢 高丽国呢 赠送他们很多的高贵的礼品 那么这个正使呢 他无所谓 他不在乎这些礼品的 让那个父使负责管理 带回去放在哪里 这个父使呢 他自私自利 他就把这个高丽国送给他的那个好的东西呢 他呢全部放在上面 把那个正使的好的东西呢 全部放在船舱底下 因为过去的船舱有点漏水的了 怕他就可以弄烂掉 途中啊 遇了大风大浪 为了安全呢 船长就说 大家把船上很多东西给我扔下去 减轻船的重量 于是呢 很多人纷纷把东西往海里扔 也顾问的什么了 全部的人 过一会儿风平浪静了 船长说 好 开始不要扔了 大家安静了 开始检查自己带来的物品 到底扔下去什么 这个时候一看 人家正使的东西 因为存在船舱底下 他的东西呢 放在上面 全部被扔光了 所以心胸不能狭隘 眼光不能短浅 否则会弄巧成拙 所以我们心地善良的人 先要想到别人 才能想到自己 所以妈妈为什么伟大 因为母亲想到的永远是自己的孩子 所以为什么母亲节在西方社会这么受到重视 父亲节不受到重视 母亲节非常非常的受到重视 早上就给妈妈买花了 我经常说个笑话 父亲节 孩子给父亲送个礼物 一根牙膏 一根牙膏 有时候一块肥皂 妈妈就不一样了 中午央茶 晚上饭店 早上献花 所以妈妈付出的多 所以她得到的也多 台长告诉大家 因为为众生的人 实际上你就成全了自己 每天想着自己的人 你就是在犯小人 所以听听想着 我赚她一点便宜 我赚她一点便宜 这就叫小人 每天懂得不出 帮助别人 你就是圣人 有一个小笑话 说呢 爸爸妈妈对孩子的教育真的要当心了 妻子呢 看见儿子在幼儿园呢 不好好吃饭 心里很不开心 回到家里就对儿子说 你在幼儿园吃的饭 所有的饭钱 都是爸爸妈妈花钱买的 你以后要多吃点呢 把我们给你交的钱 你全部要吃回来 那有一天 儿子听进去了 他的阿姨结婚 他妈妈 爸爸带着他去到酒席上了 儿子又不懂的 大声地冲着他爸爸妈妈叫 妈妈多吃点 把我们给的钱全部吃回来 所以做人 父母是孩子的老师 学博人也是这样 佛是我们的老师 学博那么就要像佛的样子 对不对呀 佛会骂人吗 不会 佛会打人吗 不会 佛会自私吗 不会 那么我们就学佛呀 小孩子要教育的呀 你自己 己不正焉能正人呢 所以我们学菩萨 就要成菩萨 我们要成博的人 就要先要像菩萨 希望大家好好学博 好好努力 天天精进 我们才能成为人间的菩萨呀 那么有一天 听众打进电话 说当地有位同修的父亲 是前列腺癌扩散 整个的跨步不能动 非常痛 后来呢 他们家人呢 到马来西亚参加台长的法会 会上呢 为父亲祈求 放声许元念经 一个月不到 居然啊 癌症指标 迅速下降 还只能上班 不痛了 医学专家都说不可能 都问了他吃了什么药 我把这个录音给大家听听 谢谢大家 感谢苏夫 苏夫还分享一件事情 那个我们同修 有一位同修人的父亲身重病 他在一月份去马来西亚法会 他家里的太太 他的丈母娘 他的女儿 都去为自己的父亲 去求观心菩萨 慈悲 报告出来以后是 前列腺癌扩散 而且是蛮严重的 就走路 在整个跨不住不能动 很痛很痛 就全部扩散了 然后他回来以后许愿放声 然后我也给师父 怪了急诊 师父也给他开出了小房子 跟那个 放声的数量 然后他那天发院以后 一个月 大概一个月不到 他分享了 就是他父亲第一次 那个指标是400 我还不太懂 这个400 一个月还没到的时候 他没有化疗 没有吃 就开到任何手术没做 只是吃药打打针 做一些中医的条理 从400就跌到8了 因为他非常的感恩观心菩萨 就是这个是非常一个奇迹 就是医学上的一些专家 都跟他说 这个是不太可能 就都在问他 吃什么药了 你吃了什么其他的药 扩散的话 一般念经能够把它念好了 对 然后他 他现在就是说 还在继续做功德 他就是已经上班了 而且痛也不痛了 就是没有什么痛苦了 感恩师父 谢谢 台上告诉你们几句 人生经典的话 经典的话 学佛做人 学佛做人 应该怎么样呢 别和往事过不去 因为往事已过去 别和现在过不去 因为你还要过下去 别和你的伴侣过不去 否则你们两会真的过不去 别和小人过不去 因为他和谁都过不去 不是冲你一个 别和自己过不去 因为一切都会过去 我们学佛人 就是因为看得到未来 并想改变未来 我经常说 比尔盖茨 他经常跟别人说一句话 他说 我这个人永远是拿着望远镜 在看这个世界 所以他看得远 我们想改变自己的未来 我们才要修心 所以要修心的人 就要有信心 有信心的人 才会永不放弃 精进学佛 这就是学佛和成佛的基础啊 我们在布里斯本 有一个观音堂 已经成为我们佛友的家了 再过去一点 每天有很多的佛友去念经啊 去拜佛 使布里斯本的拜佛啊 佛源殊胜 所以有了很多的家 我们有自己的家 法系充满 有时候心中有一些不开心 烦恼 忧郁啊 感情上 事业上 家庭不开心啊 都可以到观音堂去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过去有很多的夫妻呢 一吵架 没地方去 很多女的呢 门一关 关得很重 然后呢 去逛商场 花钱 一边花钱 一边生气 现在呢 老公呢还要在家里担心 她跑哪去了 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啊 就等着她回来 因为吵过架之后呢 火气灭了 她就会慢慢地等太太回来 现在呢都知道 一吵架 想不通 到哪里去了 太太到观音堂念经去 没问题了 念完经之后 气消了 拜完佛 想通了 回来了 所以很多男的也是这样 过去男的一吵架 我们悉尼很多男的 一吵架 去读casino 去读博了 然后喝酒 不知道去跟哪个女人聊啊 讲啊 老婆呢 骂的时候厉害 一出门 心里又慌了 跑哪去了 打电话 我先生来过吗 又不好意思讲 又不能说 我先生来过吗 不讲 你好吗 一般先生在他家 他肯定会说的 啊 你老公在我家呢 一听 没有吗 学博 气消了 回家了 所以 我们要懂得 人跟人 应该相互尊敬 相互 经常的数落 就会给孩子 都会造成的误会 所以台长很喜欢 每次开法会的时候 讲一点幽默的笑话 让你们来了 开心 开心 啊 有一个爸爸 叫女儿认鸭蛋 女儿就问了 爸爸 为什么叫他鸭蛋呢 爸爸就告诉他 鸭子下着蛋 那就叫鸭蛋 鸡下着蛋 那叫鸡蛋 啊 有此类推 鸟下着蛋 叫鸟蛋 女儿点点头 接着说 爸爸 妈妈整天骂你是坏蛋 那坏蛋就是你下的蛋了 其实 人 就是跟人的相处很难 难的就是理解 对方 所以命运不同 因为你的命运不同 你就很难去理解对方 所以很多男人不了解女人的苦 所以整天的 以为女人在家里好像没事干 我上班一天回到家这么累 女人呢 好像在家闲着一样 实际上 女人做不完的事情 要经常理解女人 命运不一样 你不理解对方 才会产生怨气 嫉妒和恨心 佛法就是让我们懂得 一宗求同 虽然两个人不一样 但是要锻炼自己 接受不同的人和事物 所以学博的人要懂得 学博人的快乐 就是众生的快乐 如果没有快乐 没有烦恼的生活 你就要认为 这已经是很幸福的生活了 所以纯洁善良人的心灵 那才能无挂碍 开悟放下的生活 才是解脱的 知道 佛经说 我们人生短短的一生 像一面镜子 前世烧香 多少香火圆 所以人生都是有缘分的 今天能跟你好 也叫缘分 中国古时候讲 擦肩而过五百年 今天你们能坐在这里一起 就是缘分 希望大家懂得 亲情是缘 缘分非常的复杂 生命是缘 亲情是缘 友情是缘 爱情也是缘 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讲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识 所以我们学博人要珍惜 因缘 你才能得到善缘 我们做人 佛法浩瀚无边 牛顿 著名的科学家牛顿 曾经说过 在科学面前 我只是在海边 练石头 挑石头的小孩 牛顿用毕生的经历 他看到了宇宙的浩瀚 他看到了自己的人类的局限性 而爱因斯坦 恰恰是发现了牛顿的古典力学的特定情形下的弊病的妙物 他才开始研究出这个相对论 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 所有的伟人都是很谦虚谦卑的 这就是他们创造的我们佛法的基础 今天我们伟大的佛陀这么谦卑 在2500年之前 就到人间来吃这么多的苦 为我们传下了佛法 我们一定要精进的努力 精进的修心 一定要让自己的心解脱 台长最后告诉你们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做人不要看这件事情 实际上这个世界的事情 全部都会变化的 你明明看着世界好事 可能以后就变成坏事 有很多事情表面上是看坏事 变成了好事 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 不管碰到什么坏事 要看到它会变 所以不会绝望 不会失望 举个例子 就好比我们的拳头 对不对 这个世界上表面上的真实 实际上是外表 虚假不识 幻化不真的 我们的拳头 当你无缘无故打别人一拳的时候 你这个拳头就是个恶的 对不对 当我们用好心帮别人捶背的时候 你这个拳头是不是就变成善的了 就是这样 所以拳头它不存在善和恶 只是你对拳头的使用方法而已 所以人对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好坏 你并不知道它是真的好的和坏的 所以很多以为自己做好事的人 实际上做了很多坏事 还有很多人以为自己做错了 实际上它是帮助了别人 所以为什么人会出现分别心 就是由它分别的意识所染 执着心所引起的 所以人生要懂得人生苦短 学佛要学会心理调节 一定要懂得真正的幸福 那是来自于心理的 今天我有再多的房子 我有再多的股票和财产 终有一天不会属于我的 人刚死 你的房子已经明自转到别人的账户了 你再多的钱也不是你的 所以拥有一种幸福知足的心态 你才是一个